这竟是两只动物的繁殖器官 当发现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时 这正是它们奇葩的交配方式 更独特的是这种动物的繁殖器官 平常都隐藏在它们的头部 只有在交配时才会伸展出来 其长度几乎和它的身体一样长 这种动物呢 便是我们熟知的鼻涕虫 也叫阔鱼 阔鱼看起来像是丢了壳的蜗牛 平常都隐藏在阴暗且潮湿的林地中 其实不然 它们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阔鱼是一种雌形同体的动物 它们的身体里包含着雌胸两套圣质器官 但是即便如此 阔鱼也是需要去寻找伴侣的 它们仍然需要互相受精来进行繁殖 当正值阔鱼繁殖器时 它们身上会分泌出黏糊糊的液体 这些粘液正如蚯蚓一般 是它们球外的信号 此时正有一只阔鱼 站得慢慢地往树上爬 而这里的阔鱼身长可以达到30厘米 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品种 它身后留下的粘液 便是向同伴全地求偶的信心 很快 另一只阔鱼便接受了它的信号 跟在了它的身后 当它们到达树的顶部 两位恋人渐渐地趁着夜色 在油暗的森林里 开始了VI的活动 两只阔鱼小心翼地 用嗅觉互相试探着对方 在相互都去人彼此后 慢慢地 只见它们开始互相缠绕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进 两只阔鱼缠得越来越紧 这也象征着 这对恋人的关系愈加亲密 它们尾部分泌出了粘液 它粘在树上 此时 两只阔鱼将它们的生殖器官 慢慢地伸出了体外 相互地缠绕着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它们彼此都沉浸在交配的喜悦中 扼下的带状白色生殖器 就像是双螺旋一般 逐渐地延伸着 两只阔鱼相互缠绕 竟然是为了繁衍后代 如此奇葩的繁殖方式 还是头一次见 阔鱼作为雌雄同体 理论上是可以同体繁殖的 但是阔鱼更喜欢去寻找 属于自己的爱情 与同伴共同来完成繁殖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只阔鱼正值交配的关键时期 它们的圣殖器从扼下 逐渐延伸 相互紧紧缠绕着 其长度会几乎变得与身体一样长 这幅场景 难免让人联想到古代的 福西女娲图 在圣殖器缠绕结束时 它们开始为彼此的身体受惊 这个过程的阔鱼 就像是巨大的涌一般 也正是因为如此 阔鱼才会想尽办法 爬到树上 将自己钓起来进行交配 经过一段时间后 两只阔鱼终于完成了受惊的工作 但需要注意的是 有些种类的阔鱼 会在结束后发生不小心 把对方生殖器吞掉的悲剧 当然悲剧并没有在 我们这次的主角身上发生 两只阔鱼成功的完成了他们的工作 随后他们就会从树上掉落 这时这对情侣便会分到扬镳 树上只会留下他们爱情的证明 通常阔鱼一次的产卵 会有10颗到90颗布囊 每隔一到两天就可以生产一次 而产卵结束后 大约一只阔鱼会产下400颗左右的卵 由此可见 阔鱼的繁殖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而这些卵大约需要16到17天 就可以复化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 小阔鱼在卵内极力地蠕动着 想要冲破这层卵囊 最后第一只小阔鱼顺利诞生了 然后是第二只 紧接着第三只 很快这里就会只剩下一堆卵囊 而小阔鱼到他们的性成熟 只需要大约55天 听完了阔鱼独特的繁殖方式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接下来一起听听究竟是什么动物 竟然可以起死回生吧 这只冻死的虫竟然起死回生了 难道真的有僵尸病毒 在新西兰阿尔卑斯山的洞穴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只冻死的冰雪里的昆虫 随着慢慢解冻的冰雪 人们已经死去的昆虫 竟然逐渐开始有了生命特征 这只起死回生的昆虫 便是树杀中 而这也并非是僵尸病毒造成的 只是他过重的手段罢了 树杀中用起死回生的方式 来度过漫长的冬天 在冰雪解冻一段时间后 我们可以看到 树杀中的肢体慢慢地恢复了知觉 他的心脏也恢复了跳动 慢慢地整个身体开始逐渐恢复生机 其他昆虫要不都在严冬中死去 要不就是躲在温暖的地方来抵御严冬 而树杀中便用这种方式来对抗寒冬 在树杀中复活后 他已经饿得鸡肠碌碌 比较已经几个月没有补充过营养了 树杀中已经急不可耐 急忙赶到洞口了 外面的暖阳照在树杀中身上 这使他恢复了一些以往的力量 那么隐藏在树杀中身体里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呢 在五百万年前 树杀中生活在温暖潮湿的森林中 当时新西兰并没有哺乳动物 树杀中在当时扮演着镊齿类动物的角色 直到今天树杀中的体型仍然和老鼠相当 这对于昆虫来说是极其罕见的 随着阿尔卑斯山的隆起 天气也愈发寒冷 树杀中在经过漫长的雁化后 在冬季到来之际 转而前往潮湿的洞穴中 利用湿气完成冷冻 而最大的难题便是结冰的水 会形成冰晶而刺破树杀中的细胞 但经过研究发现 树杀中体内的细胞 会在冰冻前进行脱水 而这些水会与体内的蛋白质集合 从而避免细胞被危害 而正是这种能力足以帮它们抵御 零下十度的严寒 完美地度过冬天 那么你对树杀中这种 七死回生的力量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